我们一般人所熟知的仙草是一年生草本植物 通常是种植一年后整株采收晒干 在将晒干的仙草叶加水煮三到六个小时之后 就成为我们饮用的仙草杂 但是我们目前研发的方法 是从田间就设计成这次茶叶的采摘模式 挑选桃园二号品种仙草苗种植 每年二到四月种植是种植市期 种植两个月后就可以开始采收 采收时是也以采茶几进行机械采收 以采收离地30公分以上的仙草叶进行加工 经过培草、投棉和干燥等加工程序之后完成 不但可以去除仙草之清草味 同时还能转化成具有焦糖香及甘甜味的 仙草叶茶 而且还可以直接用泡茶的方式 冲泡热水饮用 这样的做法让夜用仙草每40天左右 可采收一次增加了五倍的仙草叶产量 这项现代化的烘焙技术已经成功地为我们开发了原液仙草干 以及包装的带茶 除了原有的仙草味道以外 不含咖啡因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焦糖味道 不管冬天热饮或者是夏天冰凉后享用 都是非常养生的清凉消暑的极品 目前杨梅区总共有约七公顷的面积 每年的产值约三万五千台金 它的年产总金有两千万元以上 是一项非常有潜力的农特作物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农友们 欢迎加入我们这个行列 农业改良看台湾 我们在茶叶改良厂为您服务 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们联络